星期五地震中受损的两座日本核电站的其中一座发生爆炸 日本政府发言人敦促社会保持冷静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知也幸南说 当局正在监测福岛的辐射水平 人们可以看到福岛核电站内冒出浓烟 日本媒体报道说 核电站外的辐射水平是正常水平的八倍以上 知也幸南敦促人们依照先前的指示 撤离到核电站方圆10公里之外的地区 在发生爆炸之前 当局说在核电站的一座反应堆外已发现辐射材料 这座核电站在8.9级的地震与海啸当中停电 并造成冷却系统失灵 日本首相兼职人说 5万部队将加入全国的救援和重建努力 日本媒体报道说 有超过1200人丧生或失踪 星期五十米高的巨大海浪冲垮了整片整片的村落 巨浪席卷车辆建筑物以及残骸冲入内陆好几公里 地震及海啸损坏了公路以及其他基本设施 这加剧了救援难度 很多人被困在屋顶以及灾区等待救援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警告说 接下来几天在全国各地将会有大规模停电 日本当局说在离阵中最近的仙台市 有200到300具尸体被发现 这场地震是日本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地震 也是百年来世界第五大地震 当局说目前有700人失踪 1000人受伤 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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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